大家好 我是孫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由轉機 談談港股情況 港股是高開後反復向好 升幅曾經超過400點 不過其後在高位 稍為遇到回吐壓力 升幅濕縮到 全日有342點的進帳 收27583點 成交都不錯的 1110億 今天市得意做好 騰訊記一功 升2% 遊戲有版號 又有新產品賺錢 加上吉利有合併的消息推動 傳出和富豪可能合併 而且還會在香港上市 有這樣的傳言 股價立即急升 加上來銀股普遍向好 帶動恆新指數一度升400 最後有300多點的進帳 今天的市升300多點 對於很多人來說 特別是香港人來說 都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香港的情況 疫情的情況 今天就繼續向不好的方面走 傳出的消息 都越來越令大家擔心 包括有公共屋邨 疑似出現 病毒透過廁所排氣管 在不同樓層散步 大部份的住戶又要撤離 要去隔離中心 這已經是一個利淡 令大家心驚驚的消息 加上之前 打火鍋又說有事 打麻將 亦都說會傳出病毒 令大家非常憂慮 加上在經濟層面上 很多企業 暫時停業 結業又有 打工仔 無薪假又有 炒油當然都有 整個市場氣氛都是差的 無論是企業 疫情的層面 加上剛剛又有 大行調低中國股票的盈利預測 今年的預測 會調低2至3個百分點 到達7至8% 單看香港消息 就是一片灰暗 山蟲水腹 不過跳出香港 山蟲水腹 而無路 柳暗花明 一穿就有 有轉機的情況 海蟲以後方面說 首先在中國的情況下 中國起碼市場人士覺得整個疫情是有轉機的 而且轉機已經出現了 根據內地的調查顯示 發覺內地的私募基金有三分之二 就覺得現在已經是建倉的好時機了 建倉就是香港人說的入市 就是買股 增持 珠子 買股的好時機 其中的原因就是 對中基金認為2月5日出現了很重要的轉接點 或者叫轉機 就是中國首次出現確診的人數 確診武漢肺炎人數 是少於疑似的人數 他認為這是重要的轉接點 他的說法就是非常重要的數據點 換言之他覺得這是顯示疫情開始有個轉彎 但是這樣就已經令到內地的對沖基金對後市 就信心大增 三分之二覺得現在是買貨的好時機 加上最近出的數據可能令內地的對沖基金對後市更加取態積極 原因就是根據最新的消息就是 在湖北以外的確診數字是持續多日下跌 接近900已經跌至400左右 換言之湖北以外的疫情好像越來越受到控制 這個對於內地的市場人士來說 是一個有轉機的進一步證明 可以這樣說 與此同時除了內地市場人士之外 連外面的市場人士 即是美國的重量級人馬 都覺得現在疫情是被誇大了 起碼在市場的反應來說是誇大了疫情 說的是誰呢 這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創辦人 就是喬水對沖基金的創辦人 達利奧 他這樣說的疫情是誇大了 他相信 資產價格的反彈就會越來越多 原來估計 接著就會老老老續續 資產價格會出現反彈 換言之 無論是中國以至美國最大的對沖基金 都覺得起碼在股市或金融市場層面 已經出現了轉機 為甚麼這樣說呢 除了看疫情的變化之外 亦可能跟他們對 未來央行的部署或行動有關 因為第一個 看來人 健康 健康 今天再升 兩點的時間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大家對中國 人行的做法 有些樂觀的預期 原因 預期到2月20號 中國方面 會進一步調低利率 今次調低是甚麼呢 就是LPR 最少調低10個基點 甚至是15個基點 與此同時 估計MLF 都會調低 都是10個基點 換言之 市場人士衷勤 內地人行 會繼續 進一步寬鬆 貨幣政策 這對市場 當然有利 特別 內銀股 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得到支持 與此同時 美國方面 都開始有衷勤 聯儲局的鮑威爾 有些行動 或者有些言論的支持 這就是10年期 國債知識的走勢 去到1.6之下 雖然彈了一點 重疑是 在1.6之下 看到走勢 是反覆向下跌的 國債知識顯示 大家對美國經濟前景 開始憂慮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估計 試嘗試 憧憬 鮑威爾 在今晚開始 一年兩天在國會作證 會不會 就著武漢肺炎疫情 支持股市的言論 這些是大家的憧憬 換言之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內 大家覺得仍然形勢 一片灰暗 疫情 好像打到來 但是香港外 就不是這樣看了 起碼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就不是這樣看了 覺得是有轉機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估計恒生指數的低位 大幅跌穿 之前做的低位的可能性 現在看來越來越小 甚至乎 短期 今週 今週初試一試 27,000點 已經看到有支持 所以看到 這個 上升列口 短期內相信有支持 26,800點 中線來講 向好的可能性 短期內 由於今天看到 穿一穿50天線之後 有個回緣 50天線 所謂得而復失 所以 今天急升之後 明天 可能是50天線 之前出現整固 繼續反覆 在50和100天線之間 上落 去消化 最近的 好消息 二次淡消息 時間關係 講到這裡 分析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好